哈喽大家好我是游戏二号走客词 想必进来的各位小伙伴已经看到视频封面或者标题了 没错在这里呢我就有一个疑问 难道现在女生们流行当海王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一期视频呢我们也说了神爽妹是海王 谁知道才一晚上的时间过去了 又有小伙伴私信我说出现了一个叫深法皇后 可能在这里有的小伙伴不懂这位深法皇后是谁 我这样跟你们说这个深法皇后呢就相当于第二个神爽妹 也就是第二个女海王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我看完这个深法皇后发的视频 我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就比如说他们发的表白视频 台词以及风格几乎一模一样 也就可以理解为这是第二个神爽妹 也就是第二个海王 不信呢各位小伙伴现在我们来对比 然后呢我们再来对比他们发的视频 咋子哥哥 今天我看到你关注我了 我真的好开心呀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其实我一直都想加入向日葵 就是为了见到你咋咋哥哥 今天没想到你竟然主动关注我了 现在我为你穿上我最爱的小白裙 希望你们能告诉咋咋我喜欢他 若葵仔仔 这么冷的天 我还是为你穿着小裙子的 难道你不会心疼我吗 咋咋哥哥 你能抱我一下吗 你的怀抱肯定很温暖 昨天我在公园里面等你 为什么你看到我了 撒腿就跑了 难道你真的不敢面对我吗 咋咋哥哥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讨厌我的 不然你怎么会关注我呢 也许是我神爽妹太过于心急了吧 我应该给你一点时间 那么好 向日葵仔仔 只要你一肯回头 我神爽妹就一定会在你身后 等你 仔仔 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谁也替代不鸟 向日葵仔仔 我希望你能勇敢一点 别让我等太久了好吗 可能现在有的小伙伴 看完这个视频已经震惊了 但是呢 更震惊的还在后面 这个身法皇后呢 比神爽妹还要海王 还是一个绿茶女 来上原视频 至于那个身法皇帝嘛 现在都混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不合适 身法皇帝 星期天听说你还要跟仔仔打PK 不是打金银 就你那实力 你打得赢仔吗 你还是不要惹事了 可能现在各位小伙伴看完视频 觉得这个身法皇后 比神爽妹还要恶心 但是吧 这个神爽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比如说 她现在就在视频中装可怜 来上原视频 仔仔哥哥你在哪里啊 我好怕呀 你能过来保护一下我吗 仔仔哥哥 我等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得到你的回应 我知道肯定是我还不够优秀吧 你是不是看到他们都说我是海王 没有 我眼里只有你一个人 仔仔哥哥 我相信你 仔仔哥哥 你肯定是对我有感觉的 对吗 你可以不要对我在忽冷忽热的吗 你忽冷忽热的态度 毁了我神爽妹好多温柔啊 可能现在各位小伙伴看完他们视频 现在已经说不出什么了 反而现在一看到他们都觉得反感 我知道肯定现在有的小伙伴跟这样说了 我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所以呢 这也就是我最开头说的话 为什么现在你们女生都这么喜欢当海王和绿茶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